经过两年多拉锯,安吉丽娜·朱莉和布拉德·皮特关于六个孩子的监控权大战终于落幕。 这是两人离婚事宜的重点,近日就监护权达成了最终协议,也确保这对前夫妻可以不用真的对簿公堂了。 朱莉的律师发布声明称,皮特·朱莉和法官数周前已签署一项监护安排协议, 以儿童监护评估人员的建议为基础,而其内容和细节为了保护孩子们不会公开。 消息员称,朱莉很高兴能进入新的阶段,并乐见她的家庭健康有了进步。 两人在2016年宣布离婚,孩子们的监护权成为争论焦点, 去见皮特还被控虐待儿童,相关机构调查后认为她无过错, 一直以来都深深地牵动着影迷的心,一旦有消息传出,立即就能闹得沸沸扬扬, 耗尽了双方经历和人品的离婚大战,终于宣告结束。 其实,皮特离婚并不是一个什么爆炸性的新闻, 因为早在两年之前,朱莉就已经提出离婚, 并且要求自己有六个孩子的抚养权。